今天來這邊 雖然沒有辦法去親自見到他 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跟他更近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因金華誠案遭到羈押禁見 6號上午妻子陳佩琪 在民眾黨立委黃珊珊的 陪同下來到北索 但柯文哲禁見不能會客 而陳佩琪在現場買了會客菜 和生活用品 包括枕頭跟糧席 還從外面帶了兩本書 要給柯文哲 分別是台灣人400年 以及百年追求 而這些物品 北索都會主意檢查 不過優於枕頭和糧席 北索內的福利社都有賣 不接受家屬寄送 遭到退回 至於書本其中一套是金裝版 重量過重也被退回 不過陳佩琪比較擔心的是 可穩著的健康狀況 昨天她要出門以前 她突然跟我講說 佩琪怎麼辦 她好像感冒了 後來我吞吞口水 都說奇怪了 那我好像也是一樣 好嚴重的感冒 我活動很痛 連感冒都同個時間 強調夫妻同心 來到北索 捍衛丈夫的清白 對於昨天那一天 我很傷心難過 但是我沒有哭 我打起精神來 我要跟她站在同一個陣線 我們繼續奮戰下去 至於金華城B案 陳佩琪強調 可穩著在台北市府 做事的精神跟當醫生一樣 盡心盡力 她說她沒有前提是因為她把這個專業的問題 她經過了好幾十次的會議 然後每個會都有委員會的錄音的記錄跟會議的記錄 至於柯文哲的母親則還在台北朋友家 柯媽媽在台北借住的友人家就位在光復南路上面 而隨著柯文哲收押禁見之後呢 至今她還未出面表態過 不過柯媽媽的朋友透露 還在住院的柯爸爸得知兒子被羈押的消息 心情相當難過 柯爸真的很難過 因為他應該知道了 然後病情都不好 柯文哲被羈押家屬心情都不好受 但都努力振作陪同他渡過難關 TVBS新聞綜合報導